距禮10月13日的霸梁投票 剩不到30天 蓝英天天派高升両立委 到基隆替谢姑娘站下 霸占东岸商场 我们没有看到民进党 有任何的谴责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做对了 不晓得罢免团体 到底在罢免什么 不知蓝军集结 地方传出不少民众党的支持者 因为柯文哲近期被收押 原本可能同一罢粮或不参与 如今决定要出门 投不同意罢免 教训民进党为柯文哲出气 也成为谢果粮的助力 但看到民进党对民众党 跟对柯文哲有非常多的攻击 小草也看在眼里 我不认为这次会成功 因为这段时间的这个男主角 都变成柯文哲 民进党可能也没有办法 把这个风再带上来 街廊姑娘设立可能蓝白河 目前民调显示会出门投票 且投不同意罢免的占55% 高于同意罢免的44% 蓝军家把自营要催出更多不同意票 用罢免来做建筆盗星 他把基隆取经后的祝散 把中基党担开 你不把基公家庄的藏西料 还要跟爸妈 你肩膀人是怎么啦 老鬼的滑坡头的人 你也在浪告谁的干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还在10亿多 接近11亿 我们根本没有 所谓乱花钱 下个月霸梁投票 小草对绿营的粉扑 是否能帮助谢国良 顺利过归 外界等着看 记者周丁龙 杨洁 曹丁海 新小组采访报道